男人抓起狗狗用力甩了出去 吓得女主人不敢正眼直视 随后又将狗狗按在地上 左手揪住后颈 双腿四四夹住 狗狗不断发出惨叫 嘴巴已经挣扎出血 两个主人在一旁看着 双手紧紧交握 眼泪都含在眼圈 都不能出面制止 因为男人不是在虐待动物 而是在训练动物 他一边用力量压制 一边轻轻抚摸 试图稳定狗狗的情绪 这只狗名叫雷霆 刚到家时非常温顺 也很得夫妻二人的喜爱 平日里吃饭 女主人都要亲自喂食 但突然有一天 狗狗性格大变 不仅拒绝任何触碰 还会无缘无故攻击人类 封起来连自己都要 主人起初以为 狗狗冷静一段时间就能变好 可事实证明 他们想的太简单了 就在这段时间 两人被咬得遍体鳞伤 没办法 夫妻两只能狠下心 请专业的训犬师帮忙 男人刚一进门 狗狗就向察觉到了威胁 开始狂吠 但看起来完全不害怕 甚至试图挣脱束缚 冲上去扑到猎物 一人一狗紧紧对视 突然训犬师动了 他脱掉外衣 轻蔑地扔向雷霆 盖住他的狗头 然后让主人后退几步 又捡起外套 再一次扔了过去 看似在不断挑衅 激怒狗狗的情绪 可实际上是在观察雷霆的反应 以此判断出 他的攻击强度和速度 重复了十几次后 雷霆突然安静下来 看来第一场较量 训犬师赢了 他们从玄关转移到客厅 准备先给狗狗戴上嘴套 由于长期考虑 训犬师让男主人先试一下 可刚刚凑近 雷霆就开始剧烈挣扎 看到狗子这么嚣张 训犬师拿出了秘密武器 用来控制猛瘦的套绳杆 狗子剧烈挣扎 舌头已经撕扯出血 却还是拒不屈服 女主人看不下去了 选择离开现场 留下男主人和训犬师继续努力 可突然狗狗再次发力 咬了男主人一口 下嘴急中 手背破了个窟窿 见此情景 训犬师决定独自驯服雷霆 他先是骑在狗狗身上 想通过抚摸降低警惕 可手上一发力 狗狗又开始不停挣扎 训犬师只能放低重心 一只手压住狗子 另一只手拿起嘴套 试图给雷霆戴上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竟然把嘴套咬碎了 没办法 训犬师让助手拿来牵引神 现在里面固定一圈 终于在三个人的努力下 绑住了雷霆的嘴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搏斗 狗狗现在有些疲惫 挣扎幅度明显变小 精神头也不太足了 训犬师便趁机提议 可以给雷霆洗个澡 因为从他受性爆发开始 主人不敢给他洗澡 更不敢带到外面 让宠物店洗澡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既然将雷霆带到浴室 他张着大嘴 吐着舌头 脑袋疲惫的搭在浴缸旁边 显然已经没有力气 反抗人类的动作了 训犬师一边给他洗澡 一边教育女主人 他也知道这个过程很难熬 狗狗会挣扎受伤 主人会非常心疼 但如果连主人都放弃了 那狗子就真的没救了 一辈子只能憋在家里 否则一旦出门咬伤别人 责任可就大了 而且雷霆之所以会变成现在这样 女主人的过度溺爱 要负相当大一部分责任 因为狗狗领地意识很强 如果你太放纵他的行为 没有进行正确引导 他会反客为主 认为他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而想要矫正过来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主人一定要狠下心来 配合训犬师的要求 他拽着狗狗在家里来回行走 尤其是狗子 平时最喜欢的地方 最敏感的地方 越是喜欢 就越不让他停留 这种行为就是在告诉对方 这个家的主人不是他 让狗子认清自己 知道他想去哪个地方 不由自己控制 而是主人说的算 如果期间狗子试图反抗或者咬人 那么一定不能心软 想用比他更强硬的方式顶回去 让他明白 谁才是这个家的老大 在训犬师的引导 和主人的积极配合下 三个月后 雷霆已经彻底改掉了咬人的坏毛病 可以不用憋在家里 而是到外面 快乐的玩耍了 当训犬师再来看望他时 也没有表现出报复行为 看来 雷霆已经改头换面 重新做狗了 训犬师们技术活 请小伙伴们 不要擅自操作 一定咨询专业人士 过程中如果受伤 务必要打狂犬疫苗 不能有半点含糊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